欢迎回来 去年LED景气普遍低迷 台湾不少大厂开始转型找新利基 而新的一年也看见LED产业复苏迹象 LED经历厂新世纪光电 为改善财务结构 与债权银行达成共识潮新品研发 一光电子更锁定车用物联网 投入小间距营物发展 获得全体债权金融机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公司债权债务协商内容 LED经历厂新世纪光电 为改善财务结构 与债权银行达成共识 将27亿元贷款展延一年 一年内将还息不还本 利率并调降2到3码 并主份昆山厂力求转型 弥补去年的衰退缺口 旧产品的部分 其实受到整个市场价格的竞争很激烈 所以我们积极转型到 往新产品像CSP或FreeTrip方面发展 然后希望新客户跟新应用的部分 可以组件发酵 新的一年 LED产业也看见复苏西向 不过照明产品的普及带动需求量 加上物联网和汽车产业的相关应用 以及向来都已低价请销的中国 大厂三光电 却宣告涨价 都是重要讯息 台湾LED大厂也准备好迎接 一光锁定车用 物联网 投入小间距萤幕研发 晶电主攻高亮度 极高饱和色彩的 负金级晶圆级封装产品 也有感测器 空墨辨识等应用 新世纪则在汽车及户外等特殊照明应用 特殊照明的应用 以及手机的闪光灯 然后第四类就是电视的背光 那因为这个都是比较属于新客户跟新应用 所以还要持续关彩蛋时间 看客户的一些出货的一个状况 2017年会比2016年来得好 因为在照明这个产业已经是非常非常普及 所以这个需求量会增加 今晚1月是LED产业的淡季 台湾大厂不受影响 抓住时间点 拼立即市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卢天厂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